大家好,我叫小剑 今天我特地介绍的就是松本城北边的明水巡游 松本市之所以入选日本明水白水的景点 是因为有数多从很久以前到现在流下来的水景里的天然水 这些水景除了当地人以外 很多冠冠客也享受到明水沉凉 第一个明水叫松本神社前的水景 松本神社就是离松本城最近的神社 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松本城跟松本神社有很深的关系 沪田家就是已公140多年统治松本城的城主 松本神社的由来是 1636年沪田市在松本城里建造阳谷大城上 过了90年后搬到现在的地方 当时松本神社并不是一般人可以拜拜的地方 而是城主才可以拜的地方 当地人把松本神社叫做无社 也相信松本神社的神像月下老人的戒园之神 接下来第二个名水叫地藏清水的石牌 日本中世时代这里附近有很丰富的泳水 所以当地人叫做泥丁或流丁 1580年代的松本城的城主 小丽园坚庆开始城下丁的开发 挖水井时 用水和地藏一起出现了 这无疑是神奇的体验 因此这里附近开启被称为地藏清水 这次我介绍的两所民水景点 都在松本城附近 走路5分钟就到了 祝大家民水巡游愉快